不容易对付,所以一定要加快球速 并且要借着对方体力下降的情况下 要尽量的多拿一点分 因为第一局印尼已经是输掉了 这个球裁判判罚了 印尼印度尼西亚组合的一个发球的一个为例 阿里克森这个球呢,过了亨德拉的头 看看,过头了 因为亨德拉先吃了一下假动作 然后再往后 跃起的时候呢,球已经是过了 好的 这个球正好打在两个人的结合部位 6比4 亨德拉的全名是亨德拉 塞迪阿万 这是基多马基斯 现在双方呢 也是出现了很多不必要的失误 好的 这个球正好打在了一个界内 诶,这个球滚软过了 没过 没过 好的 这个变现变得漂亮 亨德拉一个 这就是打两个人的 这就是 他们两个走在中间了 对 打在边上 另外一个是 这也是高大的选手 他转身比较慢 刚才那个球也就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7比9 现在双方的发球都很注意 因为今天的发球裁判呢 还是比较严格 对 都判了好几次 双方都各有被判发球为例的情况 好 球也是打了对方的结合部 这个 伦佳德呢 也是打得非常的聪明 看看慢进 突然少中路 这个球呢 按常理来说呢 应该是马基斯巨界 但是他站稳准备接杀 所以站稳了 动不了 重心一下改 调整不了 那伦佳德呢 也是在不断地在做一个动作 就是因为在发球接发方面呢 恐怕裁判会判得严一点 就容易直接的失误 所以呢 运动员往往都有这种习惯 当自己被判之后呢 他又重新来回反复做同一个动作 那么这两两队组合呢 一队是丹麦组合 另外一队呢 是印度尼西亚组合 这两队组合都是 中国羽毛球南双 蔡英富海峰 在08年北京奥运会的最强的劲敌 那么丹麦这个 伦佳德到明年36了 阿里克森到明年39了 嗯 哇 这是高龄的藏心术啊 对 就羽毛球赛场上 快追得上那个乒乓球的瓦尔登那样了 对 对于专业的羽毛球赛场上 现在很少能见到非常大年龄的一个选手 超过30都已经是很少 嗯 他是明年要到39 对 但是他们两个现在还保持着很高的一种比赛的一种水平啊 嗯 那么这也是他们对羽毛球运动的那种执着 啊 10 10 10 1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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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的比分呢 也是咬得非常的紧 在经过了第二局的 终局阶段的休息以后 埃里克森居然把球拍 又打断了一支球拍 这个球是看他是怎么打的 很少的时候 很少吃的防守的情况下 居然打断球拍 整个框都变形了 这也说明了 印尼组合的砂球是非常的大力 阿里克森 参加这次广州 这一战比赛的丹麦还有另外一队 不怎么出名的男双 安德斯跟莫里乌斯 那已经是进不来了 进不了八强了 那么丹麦的男双的好手呢 也就是指望这一队 阿里克森跟伦加德 那么阿里克森跟伦加德呢 是丹麦国内最出色的双打选手之一 他们两个人呢 在南双很长时间都占据着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 在混双方面呢 阿里克森呢 同时是跟施约达格搭档呢 也是国内 也是世界上最具实力的组合 不过现在印度尼西亚这队组合呢 也是把比分呢 也是还是有三分的分差 但是他第一局已经是输掉了 对吧 他第一局是18比21输了第一局 所以他这一局呢 他必须要搬回来 才能够进入决胜局 西多打得非常巧 加油 伦加德的发球 来 西多表示 没准备好 重发 结果这重发球没发过去 真冤啊 第一次发过去了 但是西多说我没准备好 重发 这个重发的时候 伦加德自己发的 这其实也是一个战术 哎呀 气得不行 他小准一下 他的一个发球的一个节奏 对吧 你记者也是非常的聪明 破坏了对方的节奏 对 阿里克森 又是丹麦队的失误 现在印尼组合呢 已经是18比失误领先 几多 也是没准备好 那么败卖也是说 我也没准备好 看来印尼非常的有希望 追回这一局了 19比15 20比15 看来完全有能力 搬回一局 哎呦 吉多但是自己往前就太着急了 这个铺网 又落网 伦加德 哈哈 吉多反复说没准备好 非常的有意识的做出一个破坏对方 21比16 双方将要进入决胜局 嗯 第一局 阿里克森是21比18 拿下第一局 现在双方打成1比1 好了 我们广告之后呢 马上进入决胜局的比赛 是 好 年轻人 活就要活得痛快 每个人都有梦想 我相信 只有将自己的梦想付诸行动 才不枉人生 这个就是我 Hinley C.VSOB 活得痛快 百威 北京2008年 奥运会国际啤酒赞助商 百威 北京2008年 奥运会国际啤酒赞助商 华山泉抗泉水 采智地深深处 每一滴都历经千年的天地造化 水以稀为贵 华山泉抗泉水 有型